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廚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呢 是新北市的音樂劇集 打頭陣的啊 就是耀眼劇團的 麗金卡拉OK的 最後一頁 今天在現場呢 有導演曾慧晨 歡迎 大家好 主持人好 然後呢 還有製作人林憶恒 歡迎憶恒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這個耀眼 耀眼劇團的 麗金卡拉OK的 最後一頁 這齣音樂劇 它蠻特別的啊 他找來這個 呃 蹦恰恰 這個碰狗呢 來反串 對 來反來反串這個 麗金卡拉OK的老板娘 對 哈哈 他認真哦 認真 他是認真反串 他不是 什麼意思 不是搞笑反串 並不是說 呃 在這個劇裡面用一種 好像是諧星的那個方式 不是 他是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在反串 為什麼 為什麼要找 為什麼要找一個男的這個演員來反串這個角色呢 啊 因為其實其實當初當初 碰哥一直 碰哥說他大概二十幾年前 他曾經提了一個企劃給給給電視台 嗯 但你知道他的形象其實就是一個寫心 他就是寫心啊 那他就很想要演一個 我跟你講就沒辦法 因為碰哥呢有很大的部分 他戲真的是演得很不錯 而且他對於劇呢 他對於各類型式的這個演出呢 有高度的熱愛 但他長相實在 哈哈哈哈 這沒辦法 你知道嗎 就說你很難 呃 除非要有一個角色什麼 特別的打造 否則很難這個很難震驚啊 所以就 所以在這個戲裡面就想說 欸 因為其實是 他提一個案子 對他就他就直接跟 可是他那時候就被打槍了 因為第一個 因為他看到 因為他看到 因為他他看到 是的 因為他看到達斯汀霍夫曼 嗯 他演 窈窕淑 窈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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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窈窈窈 然後他就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可以很認真 讓人家看到他的 他對於這個 演技 對的方向 但是因為他的他的 我想 絕大部分的年輕的朋友 已經沒有看過窈窈窈 可能達斯汀霍夫曼是誰 他不可能 年輕人都不知道了 總之呢 這個好萊塢這個大片啊 他就是 呃 他就裝扮了 他就裝扮 他就裝扮了達斯汀霍夫曼 他就裝扮成女性 然後去應徵那個 呃 沒有想到非常的大成功 就對了 而且他跟他的太太之間的關係呢 本來是非常的緊張的 啊 可是呢 沒想到呢 當他變成是個女的之後 他變成是 有點像他太太的姐妹濤一樣 就是 就人生在這種轉換之中 就是你們 你沒有想到會 劇情會這樣的發展 所以其實 這個戲裡頭 其實用男人 台灣男人 去扮演一個台灣女人 其實歷經的 歷經卡拉OK那個老闆娘 陳歷青 嗯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在 呃 台灣經濟起飛那個 那個時代 你知道嗎 開始有錢了 男生就 家庭可能沒有弄得很好 然後 他其實被他先生拋棄了 哦 然後他其實本身 一開始的狀況 其實是要去基隆港自殺 哦 但基隆港實在太繁華了 他講了一個笑話 他說他到不了港邊 嗯 因為太多人 所以他 哈哈 他擠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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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接面 市面 太熱鬧了 對對對 那整個港其實 當時基隆其實是 全是第七大港 嗯 那所以 他整個在回頭看那個城市的時候 那個活力啊 嗯 他覺得他不應該解除他的生命 所以 然後他決定要不靠男人 他要自己 活下來 對 那剛開始的故事其實是這樣 這個碰果也很有意思 你說他非常多年前 因為姚桃淑男是很久很久前的騙子了 對 就等於他這麼多年前的時候 他跟電視台提了一個案子 然後被打槍 這麼多年來他都沒有忘懷啊 他其實都會常常聊天 他很喜歡說故事 他是一個非常喜歡說故事的人 嗯 那他就其實都不是重 不是他的那個團話的重點 他就是聊聊聊聊 欸我就覺得這個其實是蠻有趣的一個點 然後 你們兩個是什麼 在什麼時候認識 我們是在做隔壁親家的時候認識 OK 所以是08年 其實我跟朋友認識很久了 OK OK 對 然後 然後當時就 我就抓了這個idea 因為我覺得以男人去扮演女人 他似乎 他似乎透過這個扮演可以讓台灣的男人 就這個這個總體 好像透過這個扮演獲得一個理解跟亮解 也了解了不同生命個體 在台灣這一個歷史的演變下面 他們到底存存在了多少的生命情感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有趣的 這個曾衛成導演呢 非常的有名喔 他的作品呢 像這個搭錯車啊 穿兒 然後這出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的編劇呢 就是花甲南海轉大人的這個編劇啊 然後有大家熟悉的這個PONG啊 然後這個林憶恆 你以前就製作人林憶恆 你以前做的這個作品 為什麼我覺得你這麼的眼熟啊 我們之前有那個Dayline有來過 喔 沒錯對不對 所以說你就是在劇團裡面的這個製作人 然後呢我想要請教這個導演就是說 你剛才說透一個透過一個男性啊 來扮演這個女性的角色 然後他會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這個視角 可是這個很特別的地方就在於是說 不管是Dustin Hoffman演的那個窈窕俗男 或者是後來那個Robin Williams啊 他演的對不對 他不是也是這個男扮女裝嗎 去去當一個這個說故事的奶奶啊 嗯 強哥的這個水果奶奶就是來自於他 就說他們很清楚的讓觀眾知道他們是男性 然後他們轉成女性 然後會有一些角色互換性別互換那個東西 很有趣 可是歷經卡拉OK沒有啊 沒有啊 他沒有啊 他就是一個女人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屬於那個他的原型的男性那個部分 要怎麼去轉達 要怎麼去傳達呢 其實他沒有他沒有他沒有特別要 在在戲裡面他並沒有任何透露 他是一個男人的這個訊息 是啊 但是但是有趣的是 我覺得真的有趣的是 當我們看到台上的Pong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其實在演一個演一個 經歷了台灣這個社會 在對於基隆這個這個城市喔 經由時代的改變一個一個新衰的一個過程 那他其實是在這個戲的開始已經在現在 其實基隆已經是一個好像被陳鋒起來的一個 一個很有古典的一個 一個味道的一個 相對來講沒落很多 對沒落很多的一個城市 那他在裡面其實剛剛好落在一個 你知道我們就要這樣講知道 到底對不對 但是人過了一個一個一個年紀喔 好像那個性別的狀態 比較沒有那麼對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是很有趣的 所以你看 對就是你看那個像老仙老太太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太多這個性別上面的 是的 而且他們在對於反應事情的東西啊 已經早就已經超越性別了 他們因為生命經歷太厚了 所以他們在講話 在對於很多事情的看待 其實都有一些特別的沉澱 然後的反應 那我覺得碰鬼放在這個位置 他的那個結合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嗯 那呃 他的就是場景的設計 就是說場景和劇情的設計 既然是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喔 呃 所以就是反正景氣嘛 各方面嘛 沒落了嘛 就卡拉OK要關了嘛 然後劇情是怎麼樣的開展呢 呃 其實呃 這故事一開始就在這一個 這間店 因為基隆都根 現在地價其實非常的高 所以越來越多舊的那種小路都要被都根了 所以這間店其實就是 這故事就開始在這個這個晚上 就是2020的這一天 嗯 然後他要收掉了 所以他開始回首過往 他開始其實是一個倒序的概念 嗯 所以他開始說 他當時是怎麼來到基隆 然後基隆在這個地方 經過了哪些興衰 然後他自己本人有哪些感情上的故事 或者是跟姐妹們之間的故事 喔 所以這個戲挺大戲的對不對 他的那個時間上的跨度還挺大 嗯 挺大的 那所以說呃 他既然是現代 然後又要回到大概到會會回溯到 到八十幾年吧 到民國八十幾年 那所以就是呃 必須把這個民國八十幾年那時候的場景 還有那些的去重建 然後呃都是集中在集中在這個卡拉OK 他其實是在卡拉OK 導演的呈現手法是怎麼樣 他其實在卡拉OK裡面發生 那這些場景其實沒有被拉出來 沒有沒有 完全都沒有 他他他完全鎖在這一個空間裡頭的人 曾經進來的狀態 然後呃當時的可能他的客人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然後他們跟他們裡面的一個小姐們 對小姐們他們的轉變啊 其實訴說了很多那個時代對於這個人的這些這些我說比較小人物上面的影響 對他們其實對抗不了時代 對所以所以從他們的劇情的安排上 他們從很熱鬧到坐在店裡面 修吉 修指甲 然後 很像啊應該都差不多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等人 對啊就無聊啊 對啊對啊 等那個狀態其實 剛好跟著這個基隆的時代一起 OK 就這樣子聊聊聊聊聊聊聊一些他們的這個故事 嗯 我看這個呃劇情的這個介紹裡面 有好多位就是 來來去去的這些的小姐齁 在那邊也曾經繁華也曾經 但是總是就是 就是不得已啦啊 或是說是其實這就是不得已 就是不得已或無奈 否則的話誰要來這邊當這個唱卡拉OK的陪酒小姐呢 對不對啊 就是呃難難道就 所以說真的是很開心的啊 把這個當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數 可是因為有趣的是喔 有趣的是呃 詹傑他的媽媽 這個這個這個其實不是Punk想出來的故事 Punk只有想到說他想要做婚姻人 他想要對男辦女裝當女人 然後我就跟 因為我跟詹傑在合作一些別的案子 然後就跟他聊這是 編劇 對詹傑編劇 然後他就說 他說我想要寫我媽媽的故事 喔是嗎 所以這是他媽的故事嗎 是的他媽媽就是 他媽媽就是在卡拉OK裡面 喔然後陪酒辦唱的小姐 對 喔這樣子啊 然後也因為 也因為 也因為 詹傑的關係 也因為這個戲我也都 我也去了卡拉OK店跟阿姨他們聊天 嗯嗯 那才發現說原來 其實他們有很多文化 嗯 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 就是說以前的卡拉OK店有分 就是鐵 鐵路旁邊的其實是 比較像是 遭記 就是 可是這種卡拉OK店是沒有的 他們就是 買意不賣事 對他們就是只唱歌 陪歌酒 就是說如果說是在 呃港比較裡面的巷子裡面的 對對對 他們是他們是有就是 然後可是 就像是異記一樣對不對 是的 就像是異記一樣 歌都唱得很好 喔 很厲害 我去的時候有點驚訝 還有這樣子分散 對然後 然後他說隨著時代的改變啊 然後 呃劇中也有提到 越南的人 越南美 然後大陸美 對 他們就比較勇敢 他們就是會脫光啊什麼 他們都打 就是他們 拼不贏 真的 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導演你知道嗎 就是說在我們這個 其實在台北市也是耶 就在台北市呢 比如說中山北路什麼幾條東西 幾條通裡面 他也有很多這種不同類型的 對我們講那個卡拉OK呢 就是那種就是 不是像現在大家去唱這個KTV 那種小小小的包廂 他就是像是餐廳一樣啊 那大家是要走到前面去唱歌 對對對 所以聽陌生人唱歌 對對對 去聽陌生人 然後呢然後就是會有這個 有一些當然是純粹就是唱歌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就點一點飲料啦 吃一點什麼的小東西啊之類 那有一些呢 當然就是有一些陪酒小姐啊 他們就會來幫你辦唱啦 幫你什麼的 然後後來呢 慢慢就有 就是會有一些 他就是整個脫光到你面前來 你知道 那所以喔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個壓力挺大的 對不對挑戰挺大的 然後其實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戲 他最重要的其實是 落在人跟人之間的情感 就是有他們對於他們自己姐妹的情感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去跟阿姨聊天 他們真的會交到朋友 就是可能這一個這個人 這個人從可能從四十幾歲 一直跟他們認識一直到六十幾歲 你說客人 對客人 然後成為好朋友 對 因為畢竟那些男人 其實有很多事不能跟太太分享 對 他就來這裡交朋友 來跟這些小姐們分享 所以其實到後面 比較像是紅粉之際 對 其實年紀這麼大了 其實也 這樣講一下很過分 但 如果你想要是事實 就說他們可能求的 並不是說一夜 一夜的狂歡 或者是說什麼 性愛方面 他們其實就是聊聊天 喝個酒 而且因為在基隆 我覺得他有一點地點上的特殊性 就在於是說 他來來往往可能很多 這些做生意的人 然後 而且以前 以前在這個故事 要開始啊 聊聊天 對其實在 以前在繁華的時候 那個碼頭工人 其實他賺的比公務人員還多 在繁華的時候 因為他們工作量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就 但是就是老公階級 其實說實話是老公階級 那他們就會需要可能家裡的人 可能也沒長時間在家裡 那可能 對他們有一些苦悶 可能不是家裡可以 其實其他的他的掛勾點 其實跟客人的掛勾點 來自於這個點 然後 然後裡面有一些 非常特別的橋段 在說他們跟客人的情感 這好有趣啊 那個朋友 然後真正有跟這個客人 就說更進一步發展關係 而終成眷屬的這樣子嗎 剛好就都遇到 就遇人不屬 對 劇情一定要這樣推 對 故事當中的確有 其中的一個主角 就是小林這個角色 他就真的是跟客人 就是有進一步的發展了 可是沒想到 他就是一個 有老婆小孩的一個男生 這大部分的應該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覺得也只能說 嗯 小姐可能太傻 可能願意相信一些 對不對 對啊 願意相信一些謊言 而終究呢 他就是有這個 夢醒的這一刻啊 您現在聽到的是 耀眼劇團的導演 曾慧成 以及製作人 林憶恆 為大家介紹 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 這個是在新北市的音樂節裡面啊 打頭陣的這齣音樂劇 在新北市藝文中心的演藝廳呢 是10月30號的完場 10月31號禮拜六的下午場完場 以及11月1號的下午場啊 然後在新北市的場次是這樣子 然後到新竹市呢 是12月12號跟12月13號 到台中呢就是明年了啊 1月8號到1月10號 然後到台東 你們還要到台東啊 哦 還要到台東呢 是11月28號 呃 這是要透過什麼的 兩廳院 透過這個兩廳院售票系統呢 來欣賞這一齣呢 嗯 這是非常有戲的哈 這個音樂制 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 在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10月30號到11月1號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回到非碟午餐的現場 繼續請曾慧成導演 和製作人林憶恆 為我們介紹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 歡迎回到非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 我們繼續介紹 要演劇團的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 這是新北市音樂劇節的 嗯 第一出打頭陣的戲啊 呃 在現場呢 是導演曾慧成和製作人林憶恆 在新北市藝文中心的演藝廳呢 是呃 10月30號 禮拜五完場到11月1號的下午場啊 一共有在台北的部分啊 就大台北地區有1234 有四場的演出啊 歡迎大家呢 透過這個兩廳院售票系統 來欣賞這一齣呢 呃 一定很精彩的這個音樂劇啊 因為呃 導演 我們剛才透過導演 和這個製作人的這個介紹 還把那個年代的這個故事啊 勾勒出來 而有關於呃 人生之中的這些起起伏伏啊 和情感的聚聚散散和和 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會發生啊 而在這個很特殊的這個場域 就在這麼小小的一個卡拉OK裡面啊 上演了他們人生之中的這個喜怒哀樂 呃 導演一直都是到音樂去的 對對對我其實呃 是音樂背景 然後去了紐約 就念音樂劇表演 然後 對然後回到 回到台灣來 原來是學古典樂的嗎 對 唱歌 您是哦 您是聲樂的是不是 哦 對 但那為什麼會會走到這個音樂劇導演的這個部分呢 您在紐約大學念音樂 音樂劇的表演 表演 對 因為這個音樂劇對於呃 台灣來講 當然我們現在這幾年呢 已經有個非常非常多的 呃 對的非常多的這個音樂劇啊 像果陀拉或什麼台南人啊等等 他們都有在在推 但就是說呃 就這個劇種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要去習慣那個音樂劇的那個劇 他就必須要去呃 習慣那個 用音樂來去講述這個劇情 來講述來講述這個口罰 比如說我們在聽啊 不管是歌劇啊 或者是說看百老會音樂劇 因為畢竟是外文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所以說 他那個呢 你就打 你可以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種 音符般的這種呈現 可是到了國語來講的時候 他就不太一樣啊 他要銜接的很順啊 是 他其實 他難度其實挺高的 我覺得痛苦的是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 只有看到表演的這個狀態 可是其實音樂劇他要完整啊 他從起初的創作 這個team啊 他們就要 他們就要全部走在一個 一個方向上 否則其實音樂啊 劇情啊 跟編排啊 可能會互相拉扯 那我覺得最困難其實就是 這一個 就是團隊上對於音樂劇的理解 欸導演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今天排一個舞台劇 難道我可以大家不站在同一個 同一個痛調上嗎 呃就類似說 呃就類似說 我們在走故事的時候 那我們到這個節點 我們覺得好像 哪邊要開始放歌 其實他都是一個學問 嗯 對他不是到處都可以放歌 你要自然的唱出來 所以所以意思是 呃所以意思是 我們需要在情節的高點上放歌 對因為 因為歌曲他有情緒 他有渲染的情緒 對那人會有情緒的原因 一定是因為 有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你不能說 買菜買蔥 你就放一個歌 除非他是重要的點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對 所以他需要在故事情節上 那如果你要放很多歌 你的劇本的衝突就要超級多 對 他沒有辦法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的平淡 然後就唱一些歌 對 曾導你有沒有看過一個 呃 美國的一個電視劇 他就在講這個音樂劇 的主題 你說smash嗎 欸 對對對 他為什麼後來 他就是一季這樣就沒了 因為第二季沒有 因為第二季 因為第二季好像拍的不怎麼 但是我就說我 哦原來是這樣 但我剛才聽這個曾慧成導演的 呃這樣的解釋啊 我好像比較能夠理解 因為我看他在這個組劇的時候呢 他們比如說啊 這邊要一段舞蹈啊 那這邊要一段音樂 然後這個什麼時候 哦 所以說導演的講法就是說 你在你在你在走這個 你在走這個劇的過程的時候 他當然難度就高的很多 對 就在於是說第一他是音樂劇 他必須要有 他必須要有唱歌 對 可是呢他既不能夠隨便隨便亂唱 對 他不能隨便亂唱 他也不能夠就說 都是 他也不能夠說 都是在 都是在你想像得到的狀態之下 是 他就一定有歌 因為就觀眾來講 他那個驚奇感 也太少了 是的 或者是真的太平淡 如果你開始唱一個大書情歌 大家都還是覺得 我覺得很怪 就是很怪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幹什麼 對對對 那所以這怎麼弄啊 就說在這 那你們怎麼組這個劇啊 其實他需要來回 就是說 他需要多時間的來來回回 對 因為大家可能對於這個故事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做音樂的人看到這個故事 他覺得 他有感覺嘛 那寫本的人 他自己一定有他自己原來的感覺 那如果再來編舞蹈的人進來 哇 那就是大家的 點會不一樣 所以他就一直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大家共同探討 那所以說是怎麼樣 是說編劇呢 先拉一條線 嗯 然後那這樣子 你們組一個劇 要組多久啊 你關於這個什麼白啊 對白啊 什麼這個部分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 其實齁 音樂呢 呃 音樂在這個劇 劇裡面啊 我們不只是音樂劇 在早期的電影啊 不管是好萊塢的 或者是台灣的 這個電影裡面呢 他音樂都扮有很大的一個成分 是因為他常常都是的歌 他歌會非常非常的賣 是 所以大家呃 最近這幾年來 不是看到那部得了好萊塢 呃得了金像獎 好幾個大獎的 那個越來越愛你 他其實就在跟那個歌舞片 那台灣也是啊 台灣我們早期的時候 也很多 那每次就是 你就看那個 看那個電影呢 欸男主角突然就唱起來了啊 然後歌也 歌也很慢 歌也很慢 可是呢 他那個是在電影上面的這個呈現 到舞台來講的話 舞台不能夠換鏡頭 是 他就要這樣子 一氣呵成的時候 是 那難度其實挺高的 挺高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在在百老會的 這百老會的製作 嗯 他們其實大部分 我們看到成功的戲啊 他們從開始到結尾 上到百老會 大概都五到七年 搞這麼久啊 是的 喔是喔 因為他有很多東西得要 他們得要寫完 寫完以後 做一個呈現 就是小小的呈現 然後大家來看到有不OK 嗯 那大家討論以後修整 再做 再修整 再做 那你幹嘛 那你幹嘛這麼 這麼辛苦的 這麼麻煩的 找這個 因為呃不但是劇要組起來 呃他必須要很花這個心力之外 因為呢呃你找來的這個演員啊 要會唱也要會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 我想應該是不會小看就是 他在這種針對轉接啊 有些人呢他挺會唱的啊 嗯 可是呢你轉到這個 你轉到這個一般的就是 呃戲劇的話劇的這個舞台劇的這個 演出的時候 呃要口白啊講的很自然 其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常常會不自覺的 我想你這句 如果說是你這個生生手的話 你常會不自覺的 就是你突然會提高聲調 是喔你突然會這個很怎麼樣 然後就那就不會是不會是你日常講話的方式 是的 對啊 所以這真的是 他其實是一個 呃而且加上音樂劇加上音樂加上身體啊 其實他需要訓練 他其實真的需要一段時間 就這個演員基本上的功夫他可能需要 要有一點點的程度 所以他其實很難可以上手 對對他真的不容易上手 喔對因為因為我常會跟我的演員說 我說如果你們在台上唱歌 跟你在浴室唱歌的感受是一樣的 你可能錯誤了 喔真的嗎 對 我們不是覺得應該要 一樣的自在嗎 就是 嗯他的概念其實是因為 我們自己一個人關著門 我們在感受那個情感 嗯可是在音樂劇裡面的文字 其實是很重要的 喔 就是那歌詞文字他一定要 他就像我們在講話 嗯對 但是歌好像可以就是 我不管有沒有跟你講話 我可以自己感覺那個感受 嗯所以他其實是有那麼一點點差別 嗯對 那那這個轉換其實對音樂劇演員的訓練來講 是一個極痛苦的一件事 喔是喔喔 就說他呃 就說在表演者他必須很精準的去轉達這個文字 對他就是劇情啦 對他是劇情 他就是劇情 就是推動你的情感往前走的 是的 所以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 不只是唱 對他不只是唱 嗯對他還有文字的那個重量 跟他的音量在裡頭 但他又有那個拍子在 所以他就是要邊講話的時候邊 他就想說我現在這個到 哈哈哈哈 Pong以前 以前在音樂劇上面的演出 有 呃 就是說對他來講也是 因為這個跟 跟他的其他的形式的那個很很不一樣 對 因為那也不是鐵絲玉玲瓏 是是 可是Pong就 你知道我覺得以前 我這樣講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以前藝人們他們 尤其像Pong這樣子 身份的人 他們又要演短劇 又要唱歌 又要主持 可能又要演電影 然後又要寫東西 其實他真的是 我覺得他們的功夫真的是 超多的 他們工具超多的 那所以我記得我第一次 在08年跟Pong做親家的時候 他第一次唱歌做排練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不對 我說這不是我要的 他說那你要什麼 我說這樣好不好 我跟你約 約我們去看一下 我覺得好的 音樂劇表演是長怎麼樣 嗯 他就看了跟我看了半小時 我跟他 他說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要什麼 真的啊 欸是怎樣 你不要什麼 你要的是什麼 因為他會在唱歌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點 就是他第一次給我的時候 其實是在感受音樂的感情 感情跟那個情緒 可是卻沒有文字的意圖 真的啊 然後我跟他說 我說你注意看一下 這好難喔 我說你注意看一下他們演出 喔他說他知道了 然後他再來就完全不一樣 好難喔 好想請導演示範一下 我覺得好像可以舉個例子 導演自己會唱啊 我覺得比方說大家在唱流行歌的時候 可能很陶醉會閉上眼睛 嗯 但你可能要想想 如果你今天是在音樂劇表演 為什麼你在講這個台詞的時候 你需要閉上眼睛 嗯 對其實這些都是有關聯的 嗯 就你們前面明明有一個人啊 然後你可能自己唱起來了 所以文字他要他要走 他他要有一點文字的意圖 跟份量在這個歌曲裡頭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人在我面前 我本來應該好好跟他講話就好了 我為什麼唱起來了 對 就是你要讓大家感覺到 你有唱的比較 而且他有溝通的比較性 導演 導演你你是唱唱南中音 南中音 對 對呀你聲音好好聽啊 哈哈哈哈 你可以示範嗎 哈哈哈哈 很過分 對 他其實有點類似說 你這個學姐的這個身份來壓迫這個導演 但並沒有成功 就類似說就類似說我講 我很簡單的一個 我我真的可以示範一個 以前很簡單很簡單 對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我我我唱 月亮代寶的心號 嗯 然後我就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可是這個並沒有文字的意圖 嗯 他只有一個文字的想像 跟自己的感受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有意圖的 我會跟你說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喔你好棒喔 我這樣子有了解 對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有文字的意圖在裡面 是 對不是只是自己 喔 就是自己這樣子 好 就所以我說我就說 如果是自己在那邊陶醉 對對對 對 因為自己陶醉在感受那個情感 可是其實文字本身它有溝通 就是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嗯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問一問 就是它有這個 嗯 欸那導演我請教你一下哈 像比如說 這個 那你如果說你原來是有金劇底的 或是什麼樣的 那個再去轉到演音樂劇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很大的障礙 為什麼會突然想到這個 就是在於是說 因為呢 在呃 我們的華語的 我們要講華語比較對嗎 在華語的劇種裡面 最接近這個呃 西洋的歌劇的 其實就是金劇嘛 其實是的 對不對是金劇嘛 可是呢 歌劇的演出 跟音樂劇的演出 他在那個完全不一樣 他在那種字詞 就像剛才導演講那種呃 用唱的念白的方式的來講話 他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金劇也是如此啊 金劇他的表現也是也是如此 但因為我們有非常多 就很優秀的這個金劇演員 我看他們呃 不管是台灣華老師 魏海明老師啊 他們在演那個戲的時候 他們把那個金劇呢 跟舞台劇呢 結合的非常的非常的好 就是那如果說 他們到這個音樂劇來的話 對他們來講 是不是要做 要做更大的修正啊 呃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風格不一樣 就是就類似說 我可能會 果然你是導演 我可能很會 很精準有沒有 我可能會跳芭蕾 我身體能力很好 我跳芭蕾 可是叫他來跳街舞 你就會發現欸 他好像少了什麼 其實是風格的問題 不是他的身體能力不好 對 就是芭蕾可能延伸很多 然後可能 可能呃 可能流行舞的點很多 喔 對 那他那個點就不是他身體的習慣 是 欸好有趣喔 那所以說在這一次的 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的 呃 除了Pong之外 其他的這些演員啊 他們都是呃經常性的演 對他們就是音樂劇的演員 音樂劇的演員 對不對 然後呢呃 那男男的角色呢 我看到你 蛤 就一位啊 對一位他演三個角色 他演他 他們跟這個店有關係三個男人 喔 那Pong還好嗎 哈哈哈哈 Pong我覺得會不會因為他最近的這些的 呃麻麻麻的這種難題啊 使得他在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 或許會更深刻一點 我一直還沒有跟他提這件事 喔 因為其實是我蠻想要跟他提的 因為 我這樣講話好不好 但是 因為陳 陳立琴這個卡拉OK店的這個老闆娘 叫陳立琴 嗯 他其實是 我覺得我覺得Pong走在他的路上 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曾經失落過 趴起來 嗯 然後在都更的時候他其實控制 他其實無法 無法面對大時代的改變 他其實在最後的時候 他其實是被打敗的 但是 因為我們有 我們每一個 喔 這個戲其實還有個特別特別的地方 就是每一場都有個特別來賓 嗯 他在要關店最後這個要關店的最後一個走進來了 那這一個特別來賓 帶進來的那個能量 跟那個他們對歌曲 跟對這個力經卡OK曾經有過的關係 其實是讓 這個角色突然發現 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喔OK 他其實這個這個這個文化本身 就他並不是失敗的 對他並沒有失敗 他並失敗 對所以 所以 我 我就在思考 其實 我常常就在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跟Pong 就坐下來聊一下他最近發生的事情 跟這個戲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 承接感會是怎麼樣 您跟他聊吧 Pong是一個非常非常感性的人 對 非常非常感性 然後如果說呢 大家呢曾經聽過啊 他對於劇啊 他對於他自己的這個演繹的生涯上面的這些的喜愛啊 嗯 你就會覺得就是說啊 很覺得很替他覺得很捨不得了啊 最近呢 要承擔呃 這麼大的這個壓力啊 不過呢 我覺得這些呢 呃 可能都可以化為在演出時候的那種的題目和厚度啊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呈現 非常謝謝曾慧成導演 非常謝謝製作人林憶恆 來為我們介紹 耀眼劇團的歷經卡拉OK的最後一頁 也再一次的呢 邀請啊 我們的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呢 呃 透過兩聽院售票系統呢 去買票啊 在新北市藝文中心的演藝廳 10月30號到11月1號去欣賞耀眼劇團精彩的演出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谢谢